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上,复运会在赛后接受杨氏接着采访时,表现了自己乐观率整,让人印象深刻,成为奥运人气选手。 她的表情包也随之在网上流传,不过这也给复运会造成很多困扰。 4月12日,2017年全国拥有冠军赛女子100米洋用决赛中,复运会以58秒72刷新全国纪录,借成绩超过她在里约奥运会决赛有出的成绩。 今年世界排名第三,赛后有记者问及表情包的问题,让复运会情绪激动。 复运会强调,我不会在有些场合刻意做出表情包来让人们观赏,因为我是职业运动员,我不是什么表情包。 我也不是购人娱乐的猴子,我在开心的时候会自然展现出我开心的样子,我不开心的时候也是。